九九重阳节本院山是邀请30位高龄95岁以上的七老跟一位百岁人瑞 参与弥陀村募款餐会并制赠了老人礼金以及礼品 现场洗开摆桌椅上车向长辈们表达祝福 也希望号召更多的爱心力量 一起为高龄化的社会朝前部署 优养了国月为募款餐会来揭开序幕 适逢九九重阳节本院山邀请到30位高龄95岁以上的七老 及一位百岁人瑞到场用餐祝福他们健康长寿 不只对长辈来表达敬意 更希望能打葬一个守护他们的家 本院山是发起了百桌募款餐会 也获得外界的回赏支持 桌数冲破110桌 而参会的公益营局也全数将用在 此生救济以及筹建米陀村两大区块 米陀村的用途是提供给老人家一个安心灭火的场地 也具有尝照的功能 这是真好 因为现在我们的社区 我们的国家都迈入了老年化了 甚至我们的社区也都十几%的老人 所以这个版这个老人村是很好的 可能到台湾社会正急剧的迈向高龄化 希望能够超前部署来筹建米陀村 让长者可以在宗教的照顾下来安养本年 目前正努力的筹策经费 也希望能够得到更多释放大众的支持 就这样连加话台中采访不到